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也没有经济去干这些事情 是不是呢 那有朋友说了 你看 现在的老人都这样了 摘过二三十年 我们老了之后 我们领退休金的时候 是不是会比他们还幸福呢 更有保障呢 还真未必 我跟你讲老宋盘算了一下 摘过三十年 养老年养老男才真正开始 为什么老宋会这么说呢 咱们来先分析一下现在老人的现状 现在老人普遍分成农村老人和城市老人 对吧 农村老人咱就不用说了 确实农村老人大部分都没有养老金 除非特别大的城市之外 其他地方一般也就二三百块钱 生活比较难 那咱们拿城市老人来说一说 现在的城市老人 大多数都有养老金 当然养老金多少呢 和各个城市有一定区别呢 北上广深稍微高一些 咱不拿这几个城市打比方 咱就说一个普通城市 现在普通城市 大部分老人退休金在两千多到三千之间 这样的人群最普遍 这样的人群得占到百分之八十左右 你去看一看身边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这部分人群呢 因为在过去都是工厂上班了 工人比较多 而这些工人呢 92年之前都是四筒缴费的 那我朋友说了 他们下岗了呢 他们下岗到企业破产这段时间之内 大部分厂子虽然不给开支了 但是是给他们交养老保险的 再加上这些年的退休金连涨 一种十八年连涨啊 所以他们的退休金基本上都能达到三千左右 两千多块钱的水平 两口子如果没有大病榨栽的情况下足够用了 而城市里现在没有退休的金的老人比例占多少呢 大概很少 也就是百分之十左右 反正我身边的我的亲属几乎没有没有元老金的 当然还有一些啊 你说退休金比较高的 咱就不说了 什么体制内的呀 什么医院的事业单位 铁路医院他们都比较高 五千 六千 七千 教师甚至更多的 有些朋友说了 你看那阵的老人啊 怎么退休金那么高呢 他们怎么都有工作呢 因为那阵不同啊 那阵你看啊 你父母有工作 他们退休了 他们到岁数了 你可以接班 再有一个呢 比如上山下乡的 回来基本的都给你安排一个固定工作 所以那阵的人大部分 只要没有特殊的情况 都有一份固定工作 所以到现在都有养老金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 以按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 城里大部分老人在没有特殊情况下的情况下 自给自足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对吧 所以我说他们还不说 那么咱们再反过来想一想 三十年以后呢 三十年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咱还拿城市来比方说 我看了一下 现在城市咱就说 大部分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现在公务员七百桌 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 事业单位三千多万 占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七 那个国企的占百分两千多万 占百分之三点四 对吧 剩下还有一些特别稳定的私企 占一些 那么可以确定的说 很大一部分都是属于灵活就业人员 当然像数据来说 灵活就业可能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有些人说呢 我现在正在上班呢 你就不算灵活就业人员 但是可能你明天就下来了 就没有班上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大部分都是这些灵活就业人员 那么这些灵活就业人员 还是那句话 大城市还好一些 因为大城市你只要上班 大部分都会给你交养老保险 他不敢不交 但是一些中小城市 我看了一下 现在将养老保 交社保比例的人 也就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了不得了 就是身边的人看 就我这个岁数或三个岁的 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灵活就业人员 他们没有交社保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也就意味着百分之五十的灵活就业人员 他们退休了 没有退休金 好庞大的一个数字 你想一想 有朋友就会来 哎呀 那农民朋友不也没有退休金 现在没有退休金呢 不也呢 还不一样 农民朋友比城里的还强 农民朋友没有退休金 他有个地可以住 城里的 他要没有退休金 我跟你讲 他的生活呢 还不如农村朋友呢 你想一想 哦 就是这样 这是一部分 然后呢 在这些灵活就业人员 去掉百分之五十 这个不交要老金 不社保的 剩下的还有百分之得到三十 交的是最低年限最低标准的 社保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还有百分之三十 交的年限是十五年 交的百分之六十 这批人退休 他们所开的钱就相当于现在一千多块钱的那部分人 你看看是不是 只有剩下的百分之二十能交的多一点 时间比较长一点 那这部分人到退休的时候 他们也就是和现在那些两 那个退休金两千到三千的水平 那么也就朋友们想一想 这么庞大的灵活就业人员 按这个比例来算 到二三十年之后 这批退休人员至少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老人 无法靠退休金实现自给自足 那么我所谓的养老男到时候真正来临了 是不是这样 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何养老呢 有些人说了 这些人可以靠存款呢 这些人能够多少存款 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些存款 他们就不会不交养老保险了 为什么他们不交社保 就是因为他们手里钱不充足存不下 所以才不交 存那几个钱够吗 有些还说了 交商业保险 哎呦我的天呐 连国家里都不信任你 还信商业保险你不疯了吗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的 现在的退休金 老人的退休金 因为有那段时间的 那个我说的 私从交费也好啊 企业倒闭了 给你交保险也好啊 整整这些情况 大部分人还有养老 退休金的 大部分有养老金 退休金呢 还够花了 而现在 再过三十年以后 大部分灵活就业就业 都面临这种情况 那么朋友们想一想 如果你不是体制内的 你不是国体的 你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 那么 养老男 才开始 你说老宋说的 对不对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三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